四大神功 撫牆、烈火、契合、水扇 每種神通都有延伸的神功 像是暗時代就已經知道了 節氣能夠用手杖飛行 節水的延伸是能夠操縱食物的節藻神功 還有能夠控制人最強的節血神功 蘊土的延伸則是野精神功、蘊沙神功 而烈火的延伸是純青雷火還有凡是逆雷火 不過有些神功在之後的克辣時代算是普及 像是發電廠就是用人力的純青雷火在發電 還有警察使用的大部分都是野精神功 想想這幾種神功在暗時代那可是非常精英 有天賦的天才才能夠吸得的 真的是蠻諷刺的 對了你沒訂閱也是蠻諷刺的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不過節血神功還是非常稀有 畢竟人人控制人也是蠻不好玩的 至於克辣時代延伸的神功則更有用途 像是節血神功能夠廢掉別人的神功 這其實有點扯 但也就是天才中的天才才有辦法吸得 當初克辣也曾被第一卷的大魔王阿蒙 廢掉其中的三大神功 最後還是依靠眾神通王賴皮讓克辣找回神通 但這麼強的節血神功還是有辦法反擊 像是克辣的夥伴馬可 就用過純青雷火稍微脫離了阿蒙的節血 並且反制 不過據阿蒙的說法 是因為馬可是萬中懸疑的天才才才有辦法反擊 而蘊土方面出現了熔岩神功 簡單的來說就是把地面化為熔岩 在後期是很強大的神功 能夠大面積的進攻是第三卷中大魔王夥伴的神功 在熔岩以及懸崖的危機關頭 被主角群的玻璃領悟了熔岩神功 並且加以控制讓熔岩瞬間凝固 在殭世神通中只有這兩個人吸得熔岩神功 既然講到這裡就稍微提一下同為第三卷中大魔王的夥伴 他沒有雙手所以利用水成為他的雙臂 所以基本上節水神通是不需要雙手的 還有第三卷的大魔王 因為他的節氣神功太過強大 讓他不用手掌也能夠用節氣飛行 所以基本上飛跟手掌沒有太大的關係 只是在於節氣的掌握度的大小有關 那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按讚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